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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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这一句 孔子说 君子有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君子 什么呢 第一个是忍者不忧 君子一定要忍 忍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忧愁 智者不惑 君子要得到智 智慧 就没有什么疑惑 就不会想 这个也想不通 那个也想不通 就不会有这个 第三条 勇者不惧 勇敢 很勇敢面对人生 没有什么惧怕 这三条 做到这三条 他是君子 孔子说 我自己一条也没做到 我无能也 我一条都没做到 子宫说 夫子自道也 什么叫自道啊 道就是说 你就是说你自己的 你还一条没做 你全做到了 你说这三条 你就是说你自己的 君子自道也 总共是认为孔夫则这三条都做到 人 智 勇 才有 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君子不是说只是千天君子 就算是君子了 不是千天君子 这个人很仁慈 我不去伤害别人 我对别人很慷慨 大方 这就是君子了 不是 不是 还要什么 不护 智者不护 这个数学题 拿不上来 没有哪个题不会做的 只要智者不护 还要永者不惧 在班里边 小朋友之间 你不如说我总爱别人的欺负 这个就叫君子了 不是 要不惧怕他们 谁来欺负我 我不惧怕你 我要能够勇敢地去面对你 这才叫君子 不太能够过道吧 只做到人不行 还要做到智 还要做到义工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好 看下一本 子共疯人 子曰 四年全不灾 不我则不暇 好 方人 我其实没想明白这个 方人到底是值得什么 很多人说这个方可能是这个字 这个方 这个方 诽谤很棒 里边不是有个方吗 这个手画就画 平常人的手 对 我倒是觉得不大可能是诽谤 好 子共也不是那样的人 对吧 去匪贯 无中生有 跟人造谣 就会 所以这个方 还有人说 比如说 就叫评论 比如说比方嘛 对吧 评论什么事情的时候 老是拿别人做比方 肯定是评论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应该理解评论比较好 他喜欢平头论足 孔子就说 赐也贤不灾 赐就是子共 你子共你就那么贤吗 你做的就那么好吗 赐也贤不灾 所以通过这句话 把这个理解成评论 平头论足 可能也是对的 从这个点来看 负我则不暇 我是没有那个 贤功夫的 贤就是有贤功夫 就叫贤 自顾顾贤 我是没那个贤功夫 去评论别人的 子共总是评论别人 这个评论教的道理非常信心 非常信心 非常信心 对 你不要去议论人 论断人 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对 英文也在他对比 对对对 很多人家的思考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 他有他的苦衷 他有这样的表现 后面有他的历史的 家庭的 那个 方向来去背景的问题 是 所以 不要好论断人 这个 这句话也就在这里 这句话前面也出现过 我稍微有点不同 不患人之不忌之 就是不患就是担忧了担心了 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而担心的是 这是 我自己没这个能力 换忧不能也 这个忧就是忧 应该是换忧不能也 前面说的是 不患人之不忌之 患什么 不忧 对 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 而是我 而要担心我不了解别人 正是说呢 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 而要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不担心 意思差不多的 这个很浅浅道理 我们不应多解释 但对下一位也需要解释一下 子曰 不逆诈 不逆读性 逆逆先学者 是先乎 诈 就是诈骗的欺诈 这叫诈 就是欺骗版的 逆诈呢 逆诈人 逆诈就是逆向去推理 相当于是事先不就假定 他是要骗我的 他是要诈骗我的 但是你不要事先去 把人家说成是个诈骗犯 这样 要不逆诈 不逆不信 这个意就是猜测的意思 我们讲那个意则领重的意 也是这样的 就是猜测的意思 不逆诈就是诈骗了 也不要去猜测别人是不假诚心的 这样 逆 逆先学者 可是你不做这种以主观成见为主 先入为主的这种推特 还能够及时的发觉 事先发觉 别人要欺骗你 这样的人是贤人 这样的人是很高明的人 贤就是高明 好 看这个 好 看这个 他说是不是那个借醋的那个 那个叫伟生高 说是不是一个人 他到人家借醋 人家到他家借醋 他没有 他转到邻居家借了一会儿 给人家 这样就那个人 也未必 我看不一定 反正是一个人就可以了 说孔子 说 你恐求何为是七七者 什么叫七七呢 七七就是七七横横 我们有一个成语 七七横横 就是整天毛毛陆路的 就叫七七横横 说你整天毛毛陆路的 到处去游说去 你是不是要显示一下你的口才 你为什么要提七横横 是不是为了显示你的口才 那个宁就是口才了 这意思 是不是为了表现你的口才 孔子说 非敢为宁静 我不是要敢来展示我的口才 是极顾的 极顾也这个解释起来越有点麻烦 也太简单了 一种解释是说 极就是憎恨的意思 顾就是顽顾 我是憎恨他们顽顾不化 所以我得拼命地给他讲去 我得用这三层不烂之舌 给他讲去 是这样 这是一种解释 从这一种解释 极顾也是 极就是毛病 我愿意给人家讲 这是我的一个毛病 我自己的一个毛病 我改不了 叫极顾也 两个都痛 两个是 两个都痛 有点激烈 从大部分人认为的 第一种解释比较合理 他这样去 老去给人家游说去 是为了让他们转化 为了给他们讲通 可是他们就玩谷话 如果觉得第二种解释也可以的话 他是做千诗嘛 做幽默 我真的第一次有这个毛病 鬼能不全 对对对 是 是 你声音讲的吗 好 好 我们精彩内容啊 很多所以我们得快一点 看这个 是 极不称其力 称其得也 极 极就是千里马 曹涛说的老极福利 致在千里 老极福利 就是千里马 我们称赞一个一匹千里马 不是称赞它的力气都大 它的有多快 不是这样 而是称赞它的品德 这个马还有品德吗 马是不是有品德 当然也有了 你们可能没有赶过牲口 如果你们在农村带过 你们就知道 一匹好马和一匹猎马 这个猎不是激烈的猎 就是那种不好的马 差别在哪呢 那个好马非常通人性 这就是老马师徒嘛 什么时候这个路该怎么走 你不用赶他 你不用指挥他自己就走 他该干嘛干嘛 该干嘛 这就是马能得 古代选这个千里马 还有很多讲究 叫打猎 打完猎之后 这个骑马过去要捡猎物了 你看这个马会怎样停在这列武的什么地方 这都有讲究 这都训练出的记忆 这马也是有品德的 孔子讲的千里马 当然也是为了比喻人了 人一再有本事 也不怎么值得称道 是他的品德 他值得称道 是这样 好 再比一下这些 故约以德报怨 何如只愿 何以报德 以知报怨 以德报德 这个我也觉得是 孔子或者是儒家思想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计算 就是 有人说 以德报怨怎么样 别人对我不好了 我是拿德去报答他 我对他反而更好 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是不是你们儒家说的这个人呢 对吧 孔子说 那人家对你好的时候 你怎么报答人家 比如对你不好了 你拿好去报答他 人家对你好的时候 你拿好去报答他 这还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孔子说 不应该这样 应该是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什么叫以直报怨 就是该怎么着怎么着 这叫直 以正直 公正正直 去对待一个冤恨 而别人对你好的时候 那你就要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这样 这样以德报德 反映是这样的 这里没有说是谁跟孔子讲的 获约 有人说 这是不是老子讲的 应该在《道德经》里边有一句话 叫做抱怨以德 就是说这个 会不会是孔子评论老子的话 当然也有可能 《道德经》里确定有这句话 但是没有讲 没有讲我们也不辩 非要把他跟老子联系起来 中日关系 目前的情况就是当初没有一直抱怨 是一音 我听说还是用一个辩诵的方法 不给钱 不给赔款 但是不用还的 不用还的 无息贷款 贷款都是要还的了 只是说没有利息 或者低息政府贷款 他们说 当日本就说现在这么多女人下来 你炒过了一个赔款 是 但是 孔子讲 名不正格言不顺 你那是赔款就是赔款 你可不要给我改成贷款 你贷款贷多少 那也不是赔款 他还帮我女朋友来说 对 反而你欠他的了 你明白吗 这就是导民的思维 我在导国待了三年 这些导国那些自律方法 我就比较能摸清他们的耐力 导民的思维都是这样的 是 都不够开阔 这个事情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得知道一点近代史 日本战败以后 按照通常的惯例是战胜国 要开一个会议 然后跟战败国呢 要签订一个合约 这才宣布正式战争结束 跟德国 这都有过这个解决 在日本呢 本来这次会议就是旧金山 合约那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是解决对日的 凡是参战国吧 这个签约的问题 可是当时 中国已经分裂了 国民党政府 共产党政府 这两个政府 到底邀请谁参加这个会议 这是1951年的时候 苏联就认为说应该要请大陆 共产党 美国应该说应该要请台湾 结果就争执不下 争执不下 后来美国说 这事不能拖 就干脆谁也不邀请了 所以旧金山合会 实际上没有中国参加 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问题 美国当时说 这样吧 我们先在这个会议开完之后 你们报各家的损失了 说我要他赔偿多少 要他赔偿多少 没去 中国就没有赔偿了 所以那些国家都有赔偿了 像什么马来西亚啊 什么那个 菲律宾啊 什么那个 这种 都有赔偿了 韩国什么的 就中国没有 美国说 等签完这个之后 由日本再决定 是跟台湾签 还是跟中国签 你们在会后 你们在签 结果 蒋介石呢 就 不要争正统嘛 就 不要跟日本签 而且是他怕日本不签 他怕日本跟大陆签 他就说 我不要那个赔偿 你跟我签来合约 在这种情况下 是 蒋介石就 把所有的赞助赔偿都不要了 这是 法理一句在这里 不要之后 那后来 天成角仍要跟大陆签合约的时候 那日本就理直气壮了 说你们已经不要赔偿了 当时 大陆方面也说 我不要赔偿 不过当时写的是什么呢 说为了两国的友好 中国政府 放弃对日赔偿的要求 把那个权利量都给人要求 这样日本人才同意 可以签 为啥呢 你没有说那是你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 说你把这个赔款改成贷款 那赔款本来就算是不同意 这个问题造成了现在中日关系的障碍 就是没有 该赔就得赔 赔多赔少 是一回事 哪怕赔一块钱 也得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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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弃这就行了 而且你放弃他不是权利 放弃的是要求 这个就更夸击了 蒋介森也有个难述 他赔的话 日本人说你台湾人可两千万不高 他主要的省事在大陆 假如赔款去了大陆 那我们就不保了 然后就突然起来了 不得了 这个从国与国关系上 大事情上我们看 已知抱怨是多重要 小事情上 我们这种居家过日子 这个我们朋友之间相处什么 已知抱怨也要很重要 也不是说你就以为你的抱怨都是对的 上次我举了个例子 就是我们原来租房子住嘛 那租房住那个暖气调节失灵了 所以那个暖气一直烧着 就特别热 屋里特别热 我们只能开窗子 那是大概几月份了 大概二月份了 天已经不算冷了 可是那个暖气关不了 我就打电话给房东 我说你那个得修缆 这个东西都关不了 他说那得请什么生物人类学 说要不这样吧 天不热了 我把那个暖气停掉算了 先锅炉停掉 我说行吧 那别这么热 他就把暖气火给稀了 稀了之后 倒也无所谓了 天马上就热了 结果随后就有一场雪 下了一场大雪 哎呦天又特别热 我就打电话 我说不行 你还得点着 他说 哎呀我现在在美国呢 我现在回不去 你们不是同意熄火的吗 对不对 我也没说我 我要给你熄 你同意的 对不对 那你得容我啊 我得回去 我太重了 哎 这责任就变成你的了 你同意的吗 应该怎么做 你坏了你就得修啊 你不要说这凑合 把它熄了就完了 这就叫 以直抱怨 你就得修 该怎么着就是怎么着 否则后面再产生的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一直抱怨 而不能直接一直抱怨 其实天国的道理也是一直抱怨 你做了坏事是要得到审罚的 神要想法你 明天时候把你带来来抱怨 好 好 我们看这一句 子曰 莫我之恋 子曰 莫我之恋 子曰 莫我之恋 何谓其莫之子也 子曰 不恋间 不由人 向前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 孔哥经常抱怨别人不了解他 又一次 莫我之恋 莫我之就是莫之我 没人了解我 子曰就说 你怎么老是一天到晚 别人不了解你 为什么老这么说呢 何谓其莫之子也 何谓其就是为何 为什么老说别人不了解你 这话怎么说 对 你解释清楚 孔子说 不怨天不由人 这个有 怨是怨恨 有也是埋怨的意思 我不怨天 我也不怨恨人 我是上学 下学上达 刚才讲的那个君子上达 小人下达 他说我是通过客户学习下学 没有老师指点 自己自觉成才 而知道了高层的道理 知道了天道 知我者其天乎 我了解了 我的这个学问 大概只有天知道 跟人知讲的同 公国调宿 自路于尽村 自福尽国已告 天 父子故有 或之于公国调 无力有能 似诸至草 一年 道之将行也余 命也 道之将废也余 命也 公国调 其如命可 这个 这段要有点费品 公国调 也是孔子的一个学生 他呢 在季孙面前 说子路的坏话 这个宿 就是这个宿 也是孔宿 这个宿 实际上是在那说他的坏话 季孙子路是两次在季世家做过家臣 这是哪一次不太清楚 可能是第一次 就是孔子做大司寇 做三都的那一次 那时候即使用本子路 公伯了解在第十面也说子路的坏话 当然说子路坏话肯定也稍待说孔子坏话 这个肯定的 这个子福景伯也是祖国的一个大夫 就告诉了公子 说 你的那个 这个谁呀 公子 你这个学生在说子路坏话上 说什么呢 夫子固有祸至于公国调 夫子就是指的季孙了 说这个计算现在有一点轻信公国调了 有祸至就是公国调 祸就是迷惑 至就是想法 他现在已经有一点信公国调说的那些话 所以已经对子路不太好了 可是我呢 那我的力量 油就是还可以 油能就是还能 我的力量现在还能够 四诸事朝 四就是摆放的意思 四摆放 诸就是摆在什么地方 摆在市 集市上 朝 朝经上 啥意思啊 这话肯定是里边有漏什么东西了 你得把它补全了 我的力量现在还能够把公国调给它摆平 我还能够把它杀掉 然后把它的尸体 陈放在那个集市上 或者是朝廷之上 那时候杀了人要势众三天嘛 要摆在这 大家刚刚这个人被杀了 省罪状 要在那个 陈诗于世 所以这个 紫福景国呢 是想替孔子报仇的 替孔们除害 这样 看你的学生里边 居然有人在背后 换用的事 所以我要给你 我来把它除掉 那孔子就说 这个不用了吧 孔子说 道之将行也命 我们推行的这个道 这种治国之道 如果能够推行堪 这是命 天命决定的 如果推行不堪 道之将废也 也是命 所以这个道 大概就是指的孔子做三都的事情 就是要削减三家大叔的家臣手里的权力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能做成 这是天命 做不成 也是天命 龚伯辽犹命和 所以这跟龚伯辽没太大关系 他说我们坏话也好 不说我们坏话也好 都是上天决定的 所以不要杀他 这表现孔子仁慈一念 我们讲过孔子是反对的 自为政焉又杀 不能轻易地杀人的 这是一个路见不平 达到萧祝的故事 这就是孔子仁慈的事 是吗 好 我们专门有一章 讲过孔子仁慈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只是一个政治预言 这是荀子所写的一个预言故事 那先秦呢 很多著作里边都是用预言的这种形式写的 看着都像是真的 都是用真名真姓写的 但都是预言 就像夜宫浩龙 都是预言嘛 虽然也都是用真名真姓的 这个孔子仁慈完全是一个预言 我们上次分析了 我们把所有能够找到的材料 全部原文都贴出来 你们看一看 实际上所有这件事 都是基于荀子为一篇文章所说的 没有更早的 也没有更详细的 关键是要有细节 没有细节 难得就是预言 方老师能不能提提的话 请翻翻白话 好 龚伯寮在祭孙面前说子路坏话 子夫景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孔子 说现在季孙开始 不是开始 已经清晰公伯寮的那些话 或者说已经受到公伯寮的疑惑了 夫子就是季孙 季孙现在已经受到了公伯寮的疑惑 可是我的力量 有能力把公伯寮杀掉 把他的尸体 称放在世朝之上 就是这样 好 这个看看 孔子孔子其实多次表达过隐顿的字形 前面说过道不行 称呼呼一喊 这样 这次又是 他说贤者避世 逃避这个世道 逃避这个整个的社会 也叫避世 其次避地 离开这个地方 这不好就换个地儿 孔子离开鲁国 就中游略国 其实就是避地 再次呢 是避世 不看人家的脸色 人家对我没有好脸色 我就离开这个人 我回避他 不看他就完了 要避世 其次避言 那些话 那些不好听的话 我不听就可以 不去招惹他 孔子接着说了一句 这里面是把它放在一起说的 我看有道理 他说 做者七人 做者 就是这么做的人 有七个人是这么做的 那孔子没讲这七个人是谁 很多人开始猜测 包括说这个门 城门 是不是就是其中一个 不是 其实我们 我们读一下论语第十八章的时候 威子十八的时候 会发现 孔子确实 讲了这七个人都是谁 这是第十八章的 批在前面 孔子说 义民 义民就是逃逸了 逃逸的人 逃逸这个社会的人 有谁呢 有谁呢 薄逸书其 逾逸重 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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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会少年 这是七个一名 用几个 正好七个 所以很多人认为 孔子说 坐这七人 应该就只有这七个人 我看一道理 因为这七个人 都符合孔子说 必是也好 必什么地也好 太常 为书其 我们讲过一句 六下会 是不是做坏不乱 做坏不乱的这个 回过来 必是是不是有女色跟那个 哦 因为这也是个大事 也是一个大事 有可能 对 如果把他理解这女色 有可能 对 是 这两个是 最后饿死在首阳山的那两个 这不是必是吗 我途了一下这个社会 我连周朝的米都不吃 是必是吗 一众就是吴泰伯的二帝 结一众 这个也是必帝的 对啊 必帝的 这个不知道 这个朱章也不知道 李夏会就是刚才 对 李夏会做坏不乱 传说 他有一次回来晚了 城门关了 他就坐在门洞里边 等着天亮 可是这时又有一个女的过来 也进不去了 天非常冷 那个女的穿得很少 她怕这个女的洞子 就把她搂在怀里边 两个人这样过了一晚上 那这个一晚上 这样 一个男的搂着一个女的 过了一晚上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所以这叫做做坏不乱 对吧 对 你要说它 这是算闭塞了吧 也讲得通 我那第一次 这么想 我觉得这个朱章的恐怕还不是说 柳夏会做不乱那件事情 我觉得在这里讲还是那个脸色的脸色 对 因为我觉得孟子里面不是也有提到柳小费吗 对 他就是说做坏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一个好心智 然后就是不看人家的脸色 就说你的脸色对不对 为什么用了 我还是照样行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年还是应该是脸色的脸色 好 好 但是这是另外一种解释 我就说这个解释也蛮有意思的 对吧 好 柳夏会的门洞里过了一晚上 因为祖路也过了一晚上 我们看看啊 看下面 来 走这里 祖路处于石门 神门曰 七字 祖路曰 自恐是 曰 神门曰 是知己不可而为知者余 你看这份 祖路处于石门 石门就是城门的门洞 关了 早上起来 开门的这个人就叫城门 扶他开门的这个 一看 门洞里废着一个人 就问他 你从哪里来的 西字 西字就是你从哪里来的 祖路说 自恐是 是 我从孔家那里来的 好 那个柳伯就问 是那个知己不可为而为知者的孔 孔夫子吗 是那个人吗 祖路就说 对 就是那个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孔子在做一件 大家看起来都是不可为的事情 但他还是到处碰壁 所以他也去做起 知己不可为而为知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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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余慧 由何惠惠而過孔斥 知能者 冤 有心哉 激情呼 敬而願 禮哉 坑坑呼 莫及知也 私己而依 你 身子而立 遣子而泣 子爺 果灾 莫知难以 好 孔子激情 在魏国的时候激情 我们知道能用玉片做的乐器 有一个河窥 窥是草匡子 你们大概没有在农村大概就不知道 我小时候就要背了这匡子去打猪草去 草匡子从孔家门口去过 这时候就听到孔子在敲了个庆 就说 有心在激情呼 反正这个激情的人有心事 心里面有心事 说 好像在说 哎呀 都不了解我啊 莫及知 我不知道怎么听这个就能听出 说是莫及知了 不太听出 说 私以私己而已 说不了解你就算了吧 这叫私己而已 不了解就不了解吧 深得力 浅得气 这个是结 在这里面都气 这叫做那个 说 像过水 过河一样 如果这个水深 你甭脱衣服了 穿着衣服过了 水浅到这儿的话 你把衣服撩起来 撩起来 这样过河 免得湿了 如果水到这儿的话 你怎么过这衣服也是湿的 温脱 说啥呢 这个世道 如果说太黑暗了 大家都是那么的话 你就干脆就同流合物过 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世道还有救 那么你要自己可以做清高一些 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 果灾 莫知难以 果灾 你说的太绝了 果就是果断 你说的这个也太绝了吧 然后 莫知难以 也不太好解释 大概是说 我是没法跟你辩论的 我想跟你说明白是太难了 莫知难以 这句话 神则利 浅尊 契 出自诗经 这一首诗我一定要讲一讲 时间不够 我也得讲一讲 这首诗非常好 什么呢 叫做刨有苦叶 是在贝封 国封这个地方 刨就是葫芦瓜 葫芦 刨有苦叶 祭有深舍 祭是祭水 祭水边 我们《诗经》里面经常提到这 祭水 苦叶就是枯叶 有人说是未到的苦 但我看不像 应该是枯的发黄了 说明已经是入了秋了 祭水有深舍 这个舍就是渡口 舍水嘛 要当是过河嘛 深舍就是水很深 但是这有渡口 深得力 浅得气 天然颜色 这是 天然颜色 深得力 浅得力 这就是刚才引用的那个 是吧 你过这个河 如果没这个渡口的话 你就得徒步过了 是吧 你如果水深的话 你就干脆穿着衣服过 如果水浅的话 你就把衣服撩起来 过 好 我给他翻译过来 我看我翻译怎么样 葫芦夜枯已入秋 祭水河深有渡口 水深穿衣缓缓过 水浅疾衣快快走 差不多说清楚了 看第二个 有迷 祭盈 迷就是迷 迷漫 虽然这个水很大 祭水河就满了 盈就是满了 游 咬 智银 咬就是 也是那个 智就是野鸡 野鸡叫声 叫咬 有这个野鸡叫叫 寄影不如鬼 鬼就是车轴 我们现在说轨道 那那个 现在鬼是车轴 这个 寄水河呢 马拉 马拉其实也没有漫过那个车轴 智鸡 智铭求其母 母就是公 母不是公的 母是公的反正 这个野鸡呢 在求公的野鸡 求其母 这四句 寄水茫茫 帐子满 半间野鸡 叫得欢 水仗车轴 进不到 野鸡求偶 声声传 就差不多说清楚了 好 看看 底下 庸庸燕名 旭日始代 誓如归期 带兵为他 啥意思啊 庸庸燕名 庸庸也是你要叫声 大燕的 叫声 旭日始代 旭日 旭日阳刚 旭日都知道 始代 开始露出地面了 开始出了 誓如归期 誓就是一个男子 归期就是娶妻 一个男子如果想 娶老婆的话 啥时候娶呢 待兵为他 待就是等待 等待那个寄水河 那个兵 还没有化的时候 就是冬季 来办 因为是农贤季节嘛 那时候 来办喜事 那个兵一化之后 就是农忙开始了 开始开春了 那就不能办喜事了 这样 所以这个就看出 这首诗想说什么了 又今庸庸大燕名 旭日 然然始终生 男儿要把妻来起 要趁冬日 兵未容 听明白了 是一个女子 探着 未婚夫 把她取过门 对 这样 看几下 周子昭昭 人设昂否 人设昂否 昂兮我有 周子昭昭 周子 昭昭周子 周子就是 川夫 就是史川 不是一个渡口吗 在这摆渡的那个小伙子 昭昭就是招手 来吧来吧 船上还有位子 上齐了 就开船了 周子昭昭 人设昂否 人设 别人是过河 设就过河了 昂就是 俺 山东话 这是我 这个昂 读音 我们现在这个昂 昂立了这个昂 这是这个昂 底下这个 只是昂 我 别人过河 我不过 昂否就是 我不是要过河的 又重复一段 我不是过河的 可是我在这干嘛呢 我在这河边干嘛呢 昂兮我有 兮就是等待 等待 等待 我在等待我的男朋友 就这意思 传夫勤勤来招手 别人过河我不走 别人过河我不走 我在等我男朋友 是不是 说得清楚吧 好 这个不错啊 你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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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符合山东的 整首身 看明白说什么了吗 大清早 看啊 昔日始淡 这个女的起得很早 到济水河边 渡口呢 等人 等谁啊 等她的未婚夫 过来 商量结婚的事 是什么季节呢 深秋 因为这有好有苦业 快要到冬天了 到冬天是 办喜事的好时机 如果这个冬天不办 那开了春就没法办了 就得等到明年了 所以这个女的很着急 要等她未婚夫过来 来商量这个事情 可是这一船过来了之后 有她未婚夫吗 没有 从这里看就可以了 她在等 这个开船的人呢 这个摆坐的人呢 以为她过河 就让她上船 她说我不上 我在等我男朋友 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一种情况 其实 那会儿这个男女之间谈婚论嫁 并没有那么 不是这样的 他们就是讨论的嘛 不是要媒婆什么的穿真意线 不像那样的 不像那样的 就这样 相反现在反而到有很多的不好意思啊 就像那个小二回结婚的里边说的那个一样 这个我讲过这首诗 好 这首诗 我第一次上班的时候就提到这首诗 但是没有详细讲 这首诗 再发演 原因要把她讲的 看啊 此诗诗 书语 高宗亮音 三言不远 何为也 此言 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 今宫百官总起 以今宇总在三年 好 上书上记载的高宗亮音三言不远 亮音就是首孝三年 亮音就是首孝要住在那个陵墓的旁边 就叫亮音 高宗是指到武丁 这是商朝的第二十二个国王 叫武丁 孔子说不管是武丁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那么 军 这个国王去世之后 那个太子呢 是不能马上登基的 要等三年 才能登基 那这个正式怎么办呢 通过一个叫做中宰 来传递这个消息 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通过中宰来传递 这高宗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高宗 高宗 其实就是武丁 清朝人画的武丁的像 武丁 他呢 这是高宗的墓 现在这个地方是在河南省安华县 河南省安华县 这个墓本来很大 军墓很大的 后来这个黄河几次决堤啊 这个黄河泛滥把这个墓就冲掉了 现在神山都没变 你看 这个武丁 他启用了一个贤臣 叫傅钰 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人 这是姓傅的人的祖先 他是一个奴隶 他是一个建筑工人 他发明了这个板 叫板柱 有个板往里面填土 打糠 然后柱出来这个墙 他发生了这个 然后武丁 就听负责这工程的人说 说这个人很聪明 他就把这个 相当于奴隶一样提拔到他的宰相 这是很有魄力的 这个傅钰非常贤明 傅钰的墓就在 上次我们叫那个贤田 那个贤田春色的时候 不是说有一块地 大家都不要 那在平路线 傅钰的墓就在平路 五爹还有一个妻子 叫傅好 傅好 傅好这个人 使用让他没记载 但是在这个甲骨文里面 多次提到这个傅好 大概有两百多条 那个补词里面都提到傅好 都是这个武丁为傅好占卜的 比方说他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生男生女啊 什么都要占卜一下 所以傅好是记录在甲骨文里面 没有在这个史书上讲记载 后来人们发现了一个墓 就是傅好的墓 这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一个墓 在安阳1975年农业学大战 说要平整土地 看见那一个小山邦 说干得把它平了吗 一挖才发现 实际上这是一座墓 一层都没被盗 里面东西非常完整 看 这就是里面这些东西 这上面都写着 出好名字 看看这儿点 看这儿什么 看这儿 活人殉藏 活人殉藏 看有几个 一 二 三 四 这有四七 这有两个 这可能也是两个 活人殉藏 孔子对这个是非常反对的 通过发掘着傅好墓才知道 傅好原来是一个女将军 武丁是把兵权交给他 这里边还出土了很多家务文 记载着傅好作战的情况 他最多的一次代言一万三千人的作战 这样 这是根据出土的一个雕像 看哪里是什么 月 对了 辅月勾插那个月 再看墓里边 出土了两个完整的月 这个大小就是按照出土的作战 这应该是女孩 父母写这个节语情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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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贺自尊的 哈哈哈哈 这个女将军 这么最大的女将军 子爷上好礼的民意时也 上的 这个国军如果好礼的话 人民就容易驱使 容易意识 容易实话 子路问君子 休己已尽 子路说 这就可以了吗 如私而易义乎 孔子说 休己已安人 孔子又说 这就可以了吗 如私而易乎 孔子又说 休己已安百姓 三个层次 休己已安 休己已敬 是说自己 休己已安人 是说 你可以去帮助别人 以安百姓 就是要干嘛 平天下了吗 三个层次 然后说 休己已安百姓 姚舜岂有病毒 姚舜都不一定做得那么好 安百姓的事情 孔子把这个做得看得很清楚 三个层次 好 看这个 最后一段了 叫冕冕 冕冕冕冕冕 compil 冕冕是孔子的一个发小 小的时候就一块儿长大的 叫冕冕冕 stuff 叫冕冕冕 冕冕冕冕 冕冕冕 古代没有床了 就是在席子上 坐在席子上 冕就是腿 分着坐 一般古人对别人尊重 就是要屁股坐在这个脚上 answer 挥在那 但是分着坐 孔子去了之后就说 你啊 幼儿不训弊 你大小你就不训弊嘛 你就不尊重别人 不尊重这个兄长 长儿无数言 你长大以后也没有什么学问 无数 我们说数而不做 数是叙数 你长大以后也没有什么学问 老而不死 这么老了也不死 视为贼 这就是个老贼 骇人精 骂他 以杖扣其镜 镜是什么 腿吗 拿拐杖敲他的腿 因为他腿披着腿坐着的 哪有这么迎客的 拿拐杖敲他 很显然这是大小就认识的 对 叫幼儿不屈服 对 很有意思啊 看下面对付一段 叫做缺挡童子将命 有人叫缺 缺礼 所以孔子住的那一条胡桃就叫缺礼 我们去屈服的话 孔庙 孔祖 那个都是缺礼 孔子老家的地方 给一个孔子 将命 是过来传信 叫将命 这个应该是孔子离开老家了 肯定是 应该是 这由列国途中 老家派上来给他传个信 将命去传信 获问人曰 义者于 什么叫义者 说他是一个求上进的人吗 这个孩子是一个求上进的人吗 叫义者居 孔子说 无见其居于位也 什么叫居于位也 就是坐在那里 这叫居于位 那既然童子应该是二十岁以前的人 二十岁以前的孩子呢 是在大人面前不能坐的 要 垂手站立的 这个小孩不 跟孔子讲话 孔子坐这儿吧 他就坐这儿就孔子讲 让居于位也 见其 以先生并行也 以长辈们 先生比他年纪大的人 走路的时候 肩并肩走 也是不行的 小孩要走在大人的后 不能坚定坚定 所以孔子说 非求义者也 义素成者也 他不是一个求上进的人 是一个极于求成的人 小孩都有这个想法了 总想自己赶紧长大 跟大人听听听 这个小孩就是这样 孔子觉得不太符合理智 小孩和这样有点追求 我们现在看来 觉得这个小孩挺懂事 挺成熟 这样 倒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孔子觉得不太好 这是一个秘义者 好 讲完了 太疼了 这一章 咱们